哈喽,大家上午好,这里是飞翔房车俱乐部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里下起了超大的雨 现在还好一点,刚才简直都是倾盆大雨 因为这个下水不是很及时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基本上已经有一个10公分高度的积水了 这边就是咱们飞翔房车的营地里了 现在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车友在这里提自己的爱车 我们看到有车友在这里看车 王祖在亲自为车友演示外置的柴油炉 我们一起上前面去看一下吧 现在我们瞧的火力池是一个五岛的火力池 这些个地方都是不热,都是不热 当然这个锅呢,待会儿呢,可能拿的时候呢,需要这个垫下东西 因为这个锅呢,它的这种是一个实验锅,对呢,那不是太好 但是这旁边的这,它都没有温度,都没有温度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种,就是这个火焰,你看这个 它这种火焰 而现在呢,一切的台上开始,第五个党 也就是它可以任意撤击,撤击上这个师党 一般我们建议做饭的时候呢,就用不到的这个火力,就已经非常好 效果就非常好 就已经,它就已经这个,完全可以达到我们中国人做饭的一些扣任需求 因为它这个火力是比较大 所以热到它够了 它一个呢,就是非常地这个,非常的安全 因为它这个,它直接取用油箱里的柴油作为燃料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主要第一个呢,我们不用去担心,去哪里去换煤气去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这个,因为柴油呢,它比较方便补及 因为目前这个加油站非常的高 所以呢,这个,它直接取用柴油作为能源 唯一耗电的地方呢,就它这个这个显示屏的一个地方 但是它这个12伏的一个显示屏 这个显示屏的这个地方,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了 以前呢,因为这个,加装到这个地方呢,我们今天是使用柴油 所以呢,我们这个位置呢,东西都出来了很大的一个储物空间 我们可以去,可以去放置其他东西 然后不用的时候呢,就直接就把它,哎,就直接把它关掉了 关掉了之后呢,它有一个这个环节 它这个面板上呢,会显示这个,关闭一 那么关闭一呢,就是这个油部呢,不再,不再给它供油了 那么当这个关闭二的时候呢,关闭二的时候呢,就是进行散热 关闭三的时候呢,就完全停机了,停机就有种状态 那么这个呢,就是咱们的外置缠油炉 那么这是第二代的这个产品,第二代的外置缠油炉 不用用完了之后,就直接把它推进去 你看,它现在已经在散热了 对,自动的就是,自动跑到了这个,管你一个面板,对 对,全是自动的 它里边有一个这个控制面板,机层那个控制面板,全是全是自动的 现在这个位置,现在就已经全部都已经关了,它已经关停了 关停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锅,比如说,先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就可以把它给露进去 那就整个的过程就完了,然后现在去车里面看一下 这个车里面这个呢,你看一下,它是可以这个任意挑战大小的 这是电磁炉吗? 哦,这不是一个电磁炉,你可能看着它比较像电磁炉 它也是一个通通的一个微镜玻璃面板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灯打开一下 把这个里面给收拾一下 哎,王总您好,请留步,能不能占用你两分钟时间 刚才我在拍您给车友讲这个内置炉子的时候啊,没有拍完 您能不能再给我们的车友们讲一下呢,因为我现在在拍一个视频 跟我们的车友们分享一下咱们的内置炉子 可以可以可以 你是没有拍到吗?刚才对对对 哦,没有拍到,我想看一下那个锅放上去是什么样的情况 那我先把它稍微调一下 这条气呢 好,我们打开一下灯啊 在录近日头条的视频 对对对 各位车友,大家好 今天呢,给大家这个 再重新展示一下这个内置柴油炉 那么现在我们开的这个位置呢,是第七个档位 第七个档位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柴油炉呢,我们的档位呢,是任意可以根据您的烹饪需求 进行调节的 那么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呢,上面的这个受热的这个,非常的均匀 分布的非常均匀 当然了,这个内置柴油炉和外置柴油炉是一样的 都是第二代的产品 都是第二代的产品 那么,第二代的产品呢,和第一代产品呢,它们在细节优化上 也在功能优化上呢,有这几个方面 那么第一个方面呢,是微晶玻璃面板 叫原来的时候呢,它更大了一些 那么第二个呢,是这个微晶玻璃面板呢 它的火力受热比较均匀了 那么它的受力面积呢,也比较大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更能有效的保障了 我们在做饭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效率呢,会更高一些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噪音的问题了 那么我们又在第一代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大家可以能听到吗 这个声音,非常的小 可以说它比我们家用的电磁炉的声音要小得多 我给大家还是展示一下吧,好吧 好的,好的 那么在这个展示之前呢,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这旁边呢,都是没有温度的 它这旁边都是没有温度的 它的这个工作原理呢,和我们外置拆路呢,其实是一样的 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我们 在一个是噪音上,一个是完全控制到没有明火 从这两个地方呢,进行了升级优化 这是我们的内置拆路 好,下面呢,我们把这个锅呢,给放上去 大家可以看一下哈 待会呢,我们等这个锅里的水沸腾了之后 我呢,往里面加这个凉水,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什么一种反应情况 好的,王总,咱们有很多车友啊,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喜欢开着房车呀,去一些海拔比较高的高原去 那比如说我们去到海拔三千四千以上,这个柴油炉还能正常使用吗? 好,现在呢,咱们的这个柴油炉呢,比如说这个,咱们的外置柴油炉 咱们第二队的这个外置柴油炉,现在呢,我们呢,在这个控制系统上,我们加了一个高原切换模式 那么在这种模式下呢,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比如说您上了四千,海拔四千多米,五千多米的这个高原上 依然是可以开启高原模式进行使用 哇,那就太方便了 哎,你看,就短短的这个,咱们说完聊天的时间,看这个水,已经沸腾了,已经沸腾了,在这里呢,和大家们呢,分享一个这个,在使用内置柴油炉的时候 以及咱们的这个车友们,选择飞向房车的这些车友们,大家在使用内置柴油炉,还是外置柴油炉的时候呢,使用五六七这三个档位就完全已经够用了 因为如果说您这个档位太大的话呢,您在炒菜的时候呢,它容易糊,容易糊锅,容易把这个调料都弄糊了 所以呢,建议大家使用第五个档位,第六个档位,或者第七个档位就可以了 如果说炖菜的时候呢,三档就已经很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 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这里面呢,还有一些个凉水 这个锅呢,现在在沸腾,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这个点水之后,完全不会影响它的沸腾 那么通过这个呢,我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因为它的这个火力值非常的大 所以呢,它不影响我们往里边,即使我们往里边加水 它依然是可以保持一种沸腾的状态 王总,据我了解啊,咱们之前呢,也有一些车友在使用第一代的内置柴油炉 出现过一些,比如说点火不是很成功 或者去了高海拔的地方,点火也不是很成功 像这样的一些情况,怎么处理呢? 嗯,咱们的使用飞扬房车第一代拆炉的这些车友呢 目前我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给大家免费升级第二代产品的这个过程了 已经现在呢,到现在为止,已经基本上全部都已经完成了 是这样的,都已经免费的给大家升级为第二代 咱们更加可靠,美观程度更加好的这种产品了 哦,这样子啊,那太好了,那我就知道了 王总,您好 再打扰您一下啊,最后呢,我像在代表咱们的广大车友啊 想您提出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哈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呢,这个内置的柴油炉它非常的好 既静音,火力值也很大,并且不费电 那我就想问一下了,如果我们的车友在后期的使用过程当中 柴油炉有什么问题的话,该怎么处理呢? 比如说,这个售后我们该如何做呢? 嗯,其实这是,这个问题呢,是围绕着我们这三个多月以来 一直去花更多的心思,花更多的时间去突破的一个环节 那么也是对于外置柴油炉,以及内置柴油炉 尤其是内置柴油炉来说,我们攻克的一个难关 嗯,因为外置柴油炉呢,它柴油呢,包括散热呢 它是一个一体机的一种方式 那么内置柴油炉呢,它是一个散热 因为我们知道它是在里面,而且呢,它的这种隔音的效果又保存的这么好 所以呢,它的这个散热呢,是一个大问题 那么,针对于这种情况上,针对于这种情况呢 我们将,不仅将外置柴油炉,第二代的外置柴油炉 以及第二代的内置柴油炉,我们都从原来的 里面的线路的繁琐,里面的这个功能的组件上的这种繁琐 我们都把它开模具,把它们做成了模块化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在后期如果说出现问题的情况下 那么就不需要车友们在千里迢迢的来到咱们这里 我们呢,可以即时的给大家进行更换模块化的组件 那么,当发给大家之后呢,说这个三两分钟就换下来 那可能是有点夸张了,但是十几分钟,十几分钟的时间 把它换下来呢,把它恢复正常,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所以呢,我们这三个多月的这个时间,就完成了把第二代的外置柴油炉 以及第二代的内置柴油炉,把它模块化,开模具,做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这样呢,降低了柴油炉的会出问题的这个系数 因为呢,我们把它已经模块化了,把它做成了这个安全可靠 第二个呢,如果说出现了问题,我们还能够在短时间内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那么这样的话呢,我相信呢,当咱们这个车友们再使用起来 不管是从它的这个可靠性上,以及它的噪音上,以及点火跟关闭的这个预热的这个过程上 都优化,并升级了很多 那么我想呢,车友们在这样用起来的时候 才会让大家的这种使用房车的体验感,才会越来越好 那么对于使用飞翔房车第一代柴油炉的我们的飞翔房车的家人呢 我们现在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给大家免费升级成第二代的柴油炉的这么的一个过程了 那么其实我们认为呢,只要是您选择了飞翔房车 那么您就是我们飞翔房车的家人 所以呢,现在在第二代柴油炉的基础上呢 还有没有这种优化的可能呢? 还有没有这个比它更好的那种可能呢? 我想呢,可能还会有 但是呢,现在呢,在我们的整个的认知的过程当中,它就是最好的 那么,那么也借此机会呢 我想呢,如果以后呢,还有更好的 我想呢,还要组织一下我们的车友,我们飞翔房车的这家人们 我们还要给大家进行免费的升级 因为我们想让我们飞翔房车的家人们使用我们最好的产品 马上呢,就要十月份了,十月份了之后呢,这个天气也凉爽了 那么,我们外面的这个营地上呢,都有给大家准备好的水电 那么,不仅是欢迎我们飞翔房车俱乐部的家人们 可以来享用我们的水电 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喜欢房车的车友们 大家也可以开着房车呢 不管是您是选择什么样的品牌的房车,这个都无所谓的 都可以来到,如果说路过河南浦阳的话 都可以来到咱们的房车营地里 进行水电免费享用 如果说您的车有一些个小问题的话 呃,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免费的提供技术上的支撑 包括大家想用什么这个电动工具啊 以及这个小的螺丝啊,这个等等吧 只要是大家认为需要我们的 我们都会尽全力的帮助大家 那么今天就先到这里吧,好吧 感谢王总跟我们的分享啊 那我们今天呢,各位车友通过咱们的本期视频啊 对咱们的内置柴油炉以及外置柴油炉 他们在使用当中的一个实际的视频操作 以及王总分享的他们的一些原理啊 想必大家对这两套柴油炉有了更深的了解了吧 那也欢迎我们的车友们呢 在咱们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